今天是清明节 是中国人缅怀新人 少恶悼念的日子 我们是巴松青年联谊会的代表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大使馆委托 仅代表在巴基斯坦的全体华人华侨 缅怀着崇敬的心情 前来祭奠为建设中巴卡拉夫罗友谊公路 而牺牲的烈士们 缅怀先辈的业绩 告慰先烈 我们翻过青山越过大海 踏着你们的足迹 从你们建设过的这条公路 来到这群山环绕的吉尔吉特 亲自感受到了这个伟大的工程 他穿越了卡拉昆仑山脉 架起了中巴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遥想当年的艰难困苦 你们和巴基斯坦人民一起 以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你们的血肉之躯铺就了这条险天险之路 还拨下了中巴友谊的种子 弘扬了我们中华人民坚韧不屈 开拓进取 无私无味的奉献精神 我们今天来此 祭典先烈们 带来了祖国的消息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的经济更繁荣 人民更幸福 活力更强盛 泱泱滑下 赫赫文明 人风远波 大话周行 中国走过了60年的奋斗岁月 我们飞船上天 航母入海 如今的中国 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 提出了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国和巴基斯坦 开展了各个领域 全天候的战略合作 巴基斯坦的基础建设 迎来了飞跃 北起中国喀什 南至瓜达尔港 贯穿了3000余公里 造福了数亿人口 瓜达尔港的建设 将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明珠 成为伊斯兰堡的迪拜 在全球疫情来临时期 中国人民在最短的时间里 不仅自身战胜了疫情 还派遣中国优秀的医疗 防疫队伍进入了巴基斯坦 和巴基斯坦兄弟一起 抗击疫情 这种血浓于水的情谊 从你们开始 发展到了我们 并将传承到我们的后代 华夏儿女将延续你们的奉献 牺牲精神 继承你们的伟大事业 为中巴友谊更进一步 付出最大的努力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 比山高 比海深 2014年4月4号 巴中青年联谊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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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